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第13代库瑞Raptor Lake和第14代Raptor Lake Refresh处理器的价格提高了10% 最新的业内消息显示,虽然这一调整可能适用于美国市场 但美国以外市场的涨幅高达20% 据Towns Hardware报道,这一涨价趋势甚至延伸到了第12代Raptor Lake处理器 据韩国著名的价格跟踪和比较平台Galewa显示 从今年9月底到10月中旬,Core i314-100F的成本上涨了15% 与此同时,酷瑞i514-600KF和酷瑞i512-400F的价格分别上涨了13%和11% 此外,酷瑞i514-400F的价格也上涨了6% 日本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价格上涨 据新闻媒体Gasload报道称 日本市场在售的酷i314-100和酷i314-100F的售价分别上涨了10%和2.6% 与此同时,流行的酷i5SKU如酷i514-400和酷i514-400F分别上涨20%和11% 而高阶SKU,特别是酷i7和酷i9系列的SKU,价格波动较小,约为5% 尽管代号Aerolake的酷Ultra200S处理器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但对上一代处理器的需求可能仍然很大 性能不佳和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消费者采用英特尔的Aerolake系列 英特尔Aerolake营销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非常强调人工智慧 然而,很明显,并非所有消费者都认为这一卖点足够吸引人 并让消费者愿意升级到Aerolake 不过,Older Lake和Raptor Lake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提高英特尔的利润率 目前,英特尔家正在使用Intel 7制程制造这些晶片 该节点现在已经完全成熟,可能会满负荷运行 相反,Aerolake依赖于台积电提供的各种外部工艺节点 因此,定价灵活性的回旋鱼的有限 因此,英特尔更可行的做法是提高尤其内部工厂生产的处理器的价格 而不是降低Aerolake的价格 需要指出的是,英特尔没有提高其整个Older Lake或Raptor Lake产品线的价格 涨价主要针对一些主流的SKU 特别是最受欢迎的中阶SKU 如Core i514400和Core i314100F 这些类别的SKU为英特尔带来了最高的销售量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国际市场上价格涨幅最大的SKU 近日,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会见了沙特阿拉伯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Abdullar El-Svahal 探讨在半导体制造、先进运算和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的潜在合作 此次会晤是沙特2030愿景的一部分 该国致力于通过打造全球人工智慧、数位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制造中心 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该愿景的核心是发展本地半导体供应链 拓展数位经济,并通过国际合作培养技术人才 虽然双方均未透露谈判细节 但业内分析师认为 英特尔此举是巩固其在中东立足点的战略举措 此举正值这家美国晶片制造商的关键时刻 该公司正在进行内部重组 应对人工智慧晶片制造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 并寻求其代工业务的增长机会 报道指出 考虑到沙特阿拉伯拥有维持营运的资源 英特尔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建立晶片制造工厂的想法 并不完全出人意料 卡塔尔曾与台积电接洽 希望在该国建立先进的晶片制造厂 但这家台湾巨头拒绝了这一请求 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较高 且供应链受险 与此同时 英特尔晶圆代工事业 Intel Foundry 正在为微软生产一款 基于Intel 18A或Intel 18AP制成的AI晶片 其实早在2024年初 微软与英特尔宣布计划以Intel 18A制成 打造一款客制化处理器 但未透露具体用途 引发业界广泛猜测 据海外媒体报道 目前尽管细节有限 但推测新一代Maya晶片将由Intel方坠生产 这对英特尔而言是一项重大突破 数据显示 微软首款Maya 100晶片尺寸 为820平方毫米 内含1050亿个电晶体 尺寸超越辉达的H100的814平方毫米 与B200B300的750平方毫米 尽管微软A社大部分AI运算依赖辉达GPU 但该公司积极投入软硬体整合设计 以提升运算效能和降低整体持有成本TCO 若Intel Foundry生产的微软AI晶片 采用几乎光照大小的运算精力 意味着英特尔Intel 18A制程 已达到足够低的缺陷密度 能够支撑这类晶片的量产良率 微软也可能将次世代晶片 设计为多个运算小晶片 Chiplet 通过英特尔EMIB或Fovoros技术互联 但此举可能牺牲效能效率 为降低风险 英特尔与微软几乎确定进行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由英特尔针对MII晶片工作 负载于效能目标 调整电晶体与金属堆叠参数 同时 微软可能在晶片设计中 加入备源运算阵列 或多余的Mac区块 以支援制造后溶接或修复 这与辉达在高阶晶片设计中的策略相似 若消息属实 双方合作意味着微软晶片产品 将获得完全在美国本土的晶片供应链支援 避开目前台积电在晶片制造与先进封装产能方面的瓶颈 此外 考虑到美国政府对英特尔的投资 这笔交易对微软而言也具有地缘与策略上的优势 目前 业界关注的焦点是 Intel Foundry将为微软生产哪一款 AI晶片以及核实量产 据最新传闻 微软正在开发代号 Bragun可能是MIA200的新一代晶片 预计采用台积电3nm制程 与HBM4G一体 目标上市时间为2026年 之后还有代号Kia可能是MIA300的专案正在规划 总体而言 此次双方合作不仅是英特尔在晶圆代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也标志着微软在AI晶片领域的进一步布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加 双方的合作有望在未来AI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